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梅 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 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練習的一個流派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手很慘 所以我之前玩就是冰磚暴擊的時候其實 就是很忙碌很容易死 然後我朋友最近就是這個護盾解放流 那這個流派其實很簡單就是一直 不斷手動解放 然後累進你的暴擊球 不過就是他有幾個就是裝備 然後就是必備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 福爾的忠誠之福 蛤!我知道很貴啦 但是你知道親友的力量很強大 就是我一說我想要打這個流派的時候 就有朋友打到了 就超開心的 這個他很特別的地方是 你暴擊球被消耗的時候就可以獲得耐力球 所以他可以自動的轉換我的充能球 然後再來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就是回魔戒指 因為就是解放自己就是本身消耗魔力不少 如果你就是回魔不足或者是就是偷取不夠多的話 很容易就會魔力不夠然後就卡怪 那而且解放是就是非常就是算是很貼近的在打怪 所以如果沒魔的時候就會很危險 那我解放配的石頭目前是神明偷取跟魔力偷取是必備 一定要 然後元素擴散他是就是解放之後 然後他會持續幫我把我的元素傷害擴散出去 就是很方便還有配上增大範圍讓你可以不用就是這麼近的鐵管 然後呢 對啦還有衣服一定要穿籃球衣 因為就是就是我們這個流派主要就是玩充能球嘛 所以有籃球衣就是快速的累積充能球 那天賦的話有幾點是就是一定要點的 中間我覺得大家都點的差不多就不太用去就是檢討 但是主要主要我是護盾流啦 所以寫的關於就是寫的部分我都沒有點 因為是護盾流所以我就點一靈之體 最大生命變成一免一混沌傷害 點這個就也不用說 然後還點了靈能護體 生命偷取的效果 就感用到能量護盾 因為我現在沒有寫 所以就是正常這一定要點 然後呢 有個很重要的 因為解放是 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算是距離很近的近戰 近戰攻擊技能 所以我點了就是不會被淫選 因為如果你被怪團團圍住的時候被淫選 就是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然後點了能量護盾啊 加以最大耐力球啊 盜賊記得要選暴擊球喔 那我們現在就去派蒂那邊 尋找泰蒂來測試我的流派吧 給大家看看就是這個流派的真正的效果是什麼 我剛剛已經打到一個進度了啦 所以現在 現在我們差不多到我們快要到門口了 解釋這個通道 你看我現在已經先累積了暴擊球 只用解放之後瞬間變成耐力球 耐力球結束了 再一次 解放 有沒有 有沒有 超棒的瞬秒怪 那我們就去找派蒂吧 大姐我來啦 我來找你玩了 欸別進去啊 別走啊大姐 欸 居然還沒死 耶 完成囉 這就是啊 非常方便的就是護盾解放流派 然後啊有人在問我說就是萬一就是沒有這顆項鍊要怎麼辦呢 我有就是給大家一個方法就是可以用堅決戰吼 堅決戰吼他就在你周圍附近的敵人越多就是你所獲得的耐力球就越多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手動放的話變成是要就是多一層步驟 就是在你解放之前呢還要再先放一次堅決戰吼 我個人覺得是就是這樣速度居然慢很多 但是如果沒有項鍊的話就可以先 先暫時頂用一下 如果你再試給大家看 超過大有大型的一cli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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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